提醒大家千万别受骗上当了 大家都想要捧这个公家饭碗吃啊 结果呢就发现说 有这一家全国有19家分校的 规模不能算小的电脑补习班呢 现在被投诉说 网络上面po了个广告 上面说是政府免费直讯广告 结果呢上门去呢 他就东奖一个西奖一个理由啦 最后呢就是让你签了个名 交了个钱 最后竟然是信用贷款单 还有人已经因此而莫名其妙 背上了几万块钱的债了 拿出一份份的资料 王先生控诉知名电脑补习班 声称要填写报名表 结果竟然是信用贷款单 他没有告诉我说那一张是办贷款 他只是跟我讲说 那一张是你要用信用卡来缴费 对那我得知是要办贷款 是回来以后 我详细的看才知道是办贷款 那一半是办多少钱 就全部的学费啊 两个科目两年学费要七万二 王先生说 这案当初他在网络上看到的 电脑补习班广告 说我政府免费的电脑职业训练 天差地别 有受骗的感觉 我问他政府补助怎么会没有 他说现在就是已经 额满还是怎么样 就现在变成是企业赞助的方式 所以个人要上课的话 要缴百分之几的学搭配 感觉很不好啊 对啊 那么大一家 一家补习班 然后用这种手法 来招收学生 失业半年的王先生很气愤 而他恰询的电脑补习班 是位在台北市开封街的这一家分部 态度低调否认 我们都会告知 上面有写的很清楚 我们都会告知 所以是我们确定有告知 都会告知 补习班门口还贴着行政院 直讯局的电脑课程 而直讯局表示 这些电脑补助训练 失业劳工最多只要负担几千元 像王先生左手残缺的弱势族群 学费甚至可以全免 不可能要到几万元 如果怕受骗上当 可以先打电话向劳工局查询 总结新闻 林世宏 李小玲 特别报道